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兽亮哥 北京时间8月4日2022年世界青年甜蜜锦标赛 第三个比赛日刚刚结束的较亮 而今天给他会介绍的是男子200米预赛和半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会介绍的主角就是这位来自波兹瓦娜的特伯格 特伯格曾获得世界青年甜蜜锦标赛 男子100米冠军等等 现在的特伯格年已才只有19岁 特伯格也是男子100米世界青年纪录保持着 就在前年进行的男子100米决赛中 特伯格跑出了9秒91的成绩 再次打破了该项目的世界青年结落 特伯格也被挖解誉为是下一个博尔特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赛精彩的画面 在200米预赛的时候 特伯格处在第四跑道的位置 预赛比赛的时候 特伯格七爆反应非常不错 出来领先的哈利座 才跑出没多久 特伯格就展现出非常好的经营状态 一下子就出到了第一的位置 当比赛转位直到较量的时候 特伯格处在第一位 这个时候特伯格已经领先第二名选手三米远的距离了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只见特伯格开始展现他的超强货尘加速能力继续在碰里充塞 只见身后的对手被他越甩越远 最终特伯格甩开对手七米远 以19秒99的成绩无需练得预赛第一竞技半决赛 而特伯格这19秒99的成绩 也打破了由美国菲伦诺曼保持六年之久的20秒17的赛会记录 变加赛会记录提升了0.18秒之多 可见特伯格的实力有多么强悍 随后在男子200米半决赛中 特伯格也有着不熟的表现 半决赛特伯格处在第三跑道的位置 由于赛前下过了一场大雨 这也让现场的场地有点湿滑 这对于运动员的影响也是比较大到 不过特伯格还是跑出了20秒23的成绩 赢第二名吴明远夺得半决赛第一竞技决赛 能够同时打破100米和200米的纪录 这一赛人们非常期待特伯格在男子200米决赛的表现 决赛将于北京时间8月5日打下 也期待特伯格会有更加精彩的表现 或许特伯格就是下一个波特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铃鱼再次有我大小的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